大联盟比赛用球资料照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大联盟去年共出现6105发全雷达 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数据分析网站538538 根据一份研究指出 自2015年明星赛后 棒球的用球比过去轻了0.5公克 这可能导致小白球的飞行距离越来越远 538撰文指出 一份由南加州大学和肯特州立大学所进行的研究指出 分析这些小白球的化学成分 发现比赛用球的核心密度比之前低 从2015年的明星赛之后 用球本身比之前还轻了约0.5公克 这可能让棒球的飞行距离增加6英寸 约15.24公分 该文指出 据研究显示 2015年明星赛后的比赛 用球更具弹性且空气阻力相对减少 大联盟近几年的全雷打数不断增加 2014年每场平均开轰数为0 86次该年全雷打数为4186轰 2015年则为4909轰 平均每场开轰增加至1 01次2016年全雷打数为5610轰 厂均则来到1 16次 但去年单季全雷打数增加到破纪录的6105轰 厂均开轰次数1 26次从2014年到2017年全雷打数大增47% 二十七 鲜月 二十八